日本7.8亿买钓鱼台下周签约 中日中华民国对于钓鱼台主权争议越演越烈 日本媒体昨天报导日本政府已和私人岛组谈妥 将隐约7.8亿台币买下钓鱼台北小岛和南小岛等三小岛下周签约 日本方面不顾中方的多次交涉 罔顾中方的反对 推进所谓的国有化钓鱼岛进程 日方究竟要把中日关系引向何方 中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意志和决心坚定不移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腾村修昨天拒绝正式买钓鱼台的报道 只说购买事宜仍在交涉阶段 原本坚持买岛的东京都知事实人圣太阳昨天态度终于软化 他表示人本就是要买了岛后让度给政府 由国家出面购买也没关系 但希望政府至少在岛上替云民盖个渔船避难设施 中京都为了买岛木得约5.6亿台币打算捐给国库 日本政府为了避免小岛落入对中国态度强硬的10元首领 引发中国反弹 所以抢在10元之前买下 但未来将不会在岛上进行建设以避免触怒 同样宣称拥有主权的台湾和中国政府 日本学者认为买岛只是日本政府想展现有效控制权 不认为日本有办法解决主权争议 充其量也只是保持现状 我国行专院表示钓鱼台列宇是中华民国领土 马英九总统昨天也要求海巡署在渔季时 对钓鱼台海域的护鱼行动要每天执行 不能偶尔去一次 动新闻总和报道